所以來看就是這個學術 學術說本來要在今年就開始來砰 不過這個教委已經確定說是沒辦法錄 大家表示說要來對家大學一百億醫生 對著這件事這個環保團隊是在批評說 一直在對家醫生讓學術變成全世界上級的這個學電唱 發生這個挑戰合約這個問題 都讓人沒辦法相信說這個學術可以安全地砰 海電無能 海電無能 核四失控 核四失控 押到一大堆的基金 環保團隊考試 核四場一直堆到醫生 原本近年代要最前的結婚有更遠期 又要堆到一百億醫生 現在總共要花兩千七百多億 當年導致環協議運動的控制寮記憑就說 核四變成全世界上級的核靈電唱 原本就是一個無敵洞 如果今天這種政府在無敵洞的核四這樣追加下去 到最後我們全國人民要享受這樣的負債 環保團隊部分台電提到這麼多醫生 想在時間一直延期中又發生歡迎樓邊 這個食屍飲水 既然食屍也跳電作成電唱傳奧 環保團隊一期就是台電沒這麼玩 唱設計自己軟體才會出這麼多包 算是一個這個世界核電實驗的白老鼠 當初的設計 因為就是這樣的所謂的創新 所以導致後來的運轉、施工、細部設計 全部都出了問題 上禮拜當地基民聽說 核四又出包了 基電系統各種又作成幾個電手跳電 基民說消息紅紅色 台電沒正式 面對台電這種組織不特命的作法 環保團隊要求 政府應該找到國際工程的專業人士 來貼定檢查核四 不然這樣時間品質 讓他們沒法度相信 那是安全的 記者臨前面請問 台北報道